這次碰到射球 在射球的阻擋之下 現在 魚的路 可能要準備用架竿器來打 我覺得球竿可以不用加長 繼續來進攻7分 8分 說不定我們真的有機會 能夠在這場比賽當中 看到雙方打比7局 6分 16分 17分 嘴竿目前打下了17分 現在射球做到了5分了 嘴竿再回來 22分 感覺上比較難打的紅球 可能只有一個 哎呀 22分 趴在台上這個球 結果紅球沒有打進 現在要輪到他的對手田鵬飛上台面 好 在田鵬飛出擊之前 我們先進段廣告 歡迎你繼續回到這場比賽 現在輪到的是田鵬飛的進攻 所以氣氛也沒打進 天鵬飛 1 所以剛剛這個失誤 所以剛剛這個失誤 余德魯到目前為止 沒有付出太慘痛的代價 所以明天呢 在東亞運方面呢 9號球的比賽 我們都會為您帶來很多的現場直播 那麼也要請所有的球迷朋友不要忘記 鎖定我們的頻道來收看 不僅僅是在ESPN體育電視網 也在衛視體育台 來 現在余德魯的選擇呢 是把這個粉紅色的6分打進之後 先讓母球到左手邊的台邊來 他選擇要先把這個紅球給打進 我們來看看他這個選擇怎麼樣 彈出來了 余德魯7 那斯諾克的球台呢 他的代腳是圓的 這個跟9號球的球台的代腳是不一樣的 所以有些時候呢 9號球的代腳會彈得進去的球 斯諾克的代腳彈一彈會彈出來 1 這個蠻要命的 1 考慮了一下 原本可能想要打下面分數比較高的色球 最後呢還是選擇5分 底彈 拉桿回來做最下面的這個紅球 6 7 這個母球現在 所在的位置呢 對於最後一個紅球的進攻 所以他剛剛回到看一下分數 雙方只差3分而已 田某菲也要好好的考慮一下 好 做個簡單的看拳球 而且是個釣球 台面上只剩一個紅球而已 紅球的旁邊又有一個7分 所以這次解球如果 解得不好的話 說不定呢會扣到7分也不一定 兩顆星 沒有解到 碰到5分 天棒飛5 5分 5分本來就在原點上面 這母球 看看兩位選手 好 好 這是一顆星的路線 如果可以這樣子的話 就有機會變成 反釣球 不過呢 現在玉德路扣了兩次5分了 FREEBALL 而且還變成FREEBALL 好 再三考慮之後 好 好 M-FREEBALL 怎麼飛還是說 麻煩你再解一次 這次解到 紅球當然還可以看得到 應該可以看得到整個球 還可以來打個安全球 母球落袋 余德路4 余德路的機會 母球放在低區裡面 紅球就在右邊中袋前面不遠的地方 1 我沒想到剛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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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